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可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欢迎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 一起收听今天的管家婆日记 我是管家婆董月阿姨 看看董月阿姨今天 继续带来的了不起爸爸系列 又说到了哪个故事呢 了不起的 面包师爸爸 我的爸爸是一名面包师 他总是半夜起床工作 为客人做出热乎乎香喷喷的面包 爸爸做的面包是最美味的 我的爸爸 真了不起 好吧 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我家开了一间面包店 在我出生前不久 爸爸就开了这家店 房间里充满了热腾腾的奶油香 和浓浓的面粉香 每天我都是在烤面包的香味当中醒来的 爸爸早 小琪早 我往厨房探头一看 爸爸正忙得团团转呢 餐桌上有爸爸为我烤的黄油卷 妈妈为我做的煎鸡蛋和蔬菜 每天早上我都是一个人吃早饭的 妈妈每天既要忙家务 还要在早上六点半就开门迎接顾客 妈妈的肚子圆滚滚的 这可不是因为她吃多了美味的面包 而是因为妈妈快生小宝宝了 我很期待当姐姐 不过看着大着肚子工作的妈妈 我还是有一点担心 早上店里卖的最好的是吐司和黄油卷 为了让大家早饭就能吃上刚出炉的新鲜面包 爸爸每天都要半夜就开始工作 这样面包店才能早早地开门 夜里两点 爸爸走进厨房 首先要准确地撑好面包原料 在面粉当中加水 用搅拌器和面 和和好的面还要加上酵母菌发酵 这样面会变得越来越蓬松 将发酵好的面再揉一揉 挤出里面的空气 再把面分成很多块 揉成圆圆的小面团 然后把小面团放一会儿 这是面团的休息时间 爸爸可没有时间休息 不同的面包需要不同的面 所以只能按面包的种类分别制作 终于要把面团做成面包的形状了 这时候的面包看上去非常小 但是接下来就能看到面包最神奇的地方 从揉面开始 面团一点点的变大 最近烤箱前要把面团再放一会儿 面团会变得更大 大的让人大吃一惊呢 爸爸经常说 面是有生命的 将蓬松的面放入烤箱 烤到恰到好处 面包就做好了 我们家的黄油卷 比一般的黄油卷要小一些 爸爸的大嘴巴两口就能吃掉一个 所以我们家的黄油卷 叫做两口黄油卷 不过到了我的嘴巴 那就得叫三口黄油卷了 爸爸以前去国外旅行的时候 在酒店的早餐当中 吃到了刚出炉的新鲜面包 那面包的香味让他久久难忘 于是爸爸决定开一家面包店 爸爸一边在面包店工作 学习一边不断地品尝国外的面包 经过充分的学习 爸爸的面包店开张了 为了让客人吃上热乎乎 香喷喷的面包 爸爸总是半夜起床 开始工作 让客人吃上美味的面包 爸爸的心愿实现了 我知道这一点 是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 大家早饭是吃米饭还是吃面包呢 差不多有一半人吃米饭 一半人吃面包 让我吃惊的是大家后面的话 我们家每天早上都是吃小七家的面包的 我家也是早饭就吃小七家刚出炉的面包 我最喜欢两口黄油卷 大家都看着我说 我很高兴 我把这些话告诉了爸爸 小七家听到这些 爸爸真的开心 我呀满脑子都是面包的事儿 我想做出适合每个季节的美味的面包 想做出各种形状的面包 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新面包 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刚出炉的新鲜面包非常美味 不过也有些面包放一个晚上会更好吃 但是爸爸做的面包 个个都超级美味 后来小宝宝快出生了 我就要当姐姐了 有一天爸爸对我说 小七 这小宝宝出生之后啊 妈妈会非常的忙 不过为了早上来买面包的客人 爸爸还会和以前一样 每天都要早早的起床 嗯 我知道 我知道小七一直都很棒 不过小宝宝出生之后 希望小七还能在家把劲 帮帮爸爸妈妈 好吗 从那以后 每天早上我都是一个人吃早饭 有时候我也会感到寂寞 不过我最喜欢开面包店的爸爸了 所以我会再加把劲的 小宝宝终于出生了 我当姐姐了 小七 抱歉 帮我照顾一下弟弟吧 妈妈把弟弟留在家里 去面包店了 好 妈妈 我来哄弟弟 弟弟现在还是只会喝奶的小婴儿 等他再长大一些 我就跟他一起吃 爸爸做的面包吧 呵呵 嗯 你知道吗 我们的爸爸做的面包 是天下第一打 嗯 了不起的 面包师爸爸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好像已经闻到了 面包的香味呢 宝宝加油 明天 等于阿姨接着给你讲 新鲜的故事 新鲜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